殺下來買 就這一天買進 前面都不出手 買完 漲停板 然後呢 獲利入袋 你紅包你自己賺 要多少 這個要多大包 裡面要裝多厚 是你決定 不是在我 我能夠決定的是 這個紅包 你跟著我 你自己從市場裡面 自己來賺 2023安國曾經讓你大賺 2024小安國也更不要 人人有份 歡迎收看飆股智囊團 我是你的老朋友余哥 台股開紅盤這兩天大跌 昨天跌了七十幾點 今天跌了三百點 大家一定很擔心 因為跌的時候呢 這個恐慌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它是多頭格局 那拉回的時候是不是創造 上漲的空間 也就是說 假設這個盤 它從一萬六千點 一路攻 攻 攻 攻到接近一萬八千點了 好 那如果不回檔修正 那譬如說從一萬七千 九百點到一萬八千點 是不是剩下一百點的空間 那如果說未來這個盤是多頭格局 那一萬八不會是一個問題 甚至可能更高 一萬八千五百點都有可能 好 那你一萬七千 九百點到一萬八是一百點的空間 可是如果你跌了五百點下來 是不是又多了五百點 變成六百點的空間 好 重點是 它是不是多頭格局 好 好 大盤昨天創下17956的一個高點 開始跌 今天再跌 我給大家結論 好 這是一個多頭的快速回檔 它創造未來上漲的空間 你這個地方你跌了五百點 或跌了八百點 你未來創造出這個跌了八百點的空間 好 所以我的看法是 它是一個創新高的拉回 它不是一個空頭的開始 這一點 我們先把定義 先定出來 好 各位 你們一定很擔心 這兩天大點一定很擔心 好 那無問題 在這邊的時候你是不是更擔心 十月的時候 最低跌到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五點 一五九七 跟昨天的高點差快兩千點 你不要跟我說你不害怕 來 各位 你來看 跌到這裡來的時候 你不怕 我隨便你 好 為什麼 一定很多人告訴你說 哎呀 這個從12629過來這個地方 一個頭部成型的有沒有 對不對 你用肉眼看也知道嗎 你不要看後面這裡 你看這裡就好 對不對 好 你不要看後面 你看這前面就好 你一定說 哎 老師啊 這個是一個回檔修正的 對不對 可是後來是不是又長得很前面上來 懂嗎 所以這一段的下跌 這一段的下跌 是創造出 這邊上漲的空間 後面還再加了這一段 各位懂我意思嗎 所以前面這地方跌了八百點 五百點沒有關係 重點是 你這個地方你會創造出 多五百點 多八百點的空間 一個波段兩千點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講 這個行情就是 跌下來 你要能夠勇敢買進 來 各位 這個安股 2023年 大家記憶猶新的標股 我們不要講太多 安股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2023年的標 在這裡 當時大家也很害怕 而且是很恐慌 因為指數那個時候 是平臨破線 就是在這個地方 各位 我現在跟大家講 各位你來看一下 就是在這個區域 好來 就是在這個區域 有沒有 15975這地方 是十月底的時候 我們把郵票移過來給大家看 就這裡 就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這個地方 很害怕 對不對 來 各位你看 你看安國 44塊錢先買一次 隔天一樣跌喔 而且隔天是怎麼樣 隔天跌到四十塊五毛喔 這安國隔天是大跌的喔 好 那我再買 所以我的四十四塊錢 跟我的四十塊五毛 大概我的均價是四十二塊 多一點點 好 我們算了平均指教 我們算四十二塊錢 對不對 對不對 各位你注意看 我是利用大跌的時候買的喔 而且大盤在這裡 你看 在這裡 它後來還在跌喔 我在這個地方買進的喔 我在這裡買 好 17號買一次 18號再買一次 來 8054安國 各位你都可以看到 對不對 那買完之後呢 你有沒有看見 叫醒你的 不是鬧鐘啊 是我們安國掌停板的訊息 那個時候大盤還在跌 還在跌啊 大盤它還在震盪嘛 大盤一直到什麼時候 大盤一直到 10月31號 一直到 11月1號見跌 這個地方 對不起 前一天 15975 大概就這兩天 見跌一點 可是安國在 10月25號的時候 你買對股票 它就漲停板了 而且一根 兩根 三根 好 我現在讓大家想的就是 當大盤在跌的時候 如果不是因為大盤跌 你怎麼會買到便宜的安國 我 可惜很多人就是一直看 那拉回我再接 57塊8再接 對不對 再創新 所以各位 你想想看 很多人都是一直看 就是一直看 就是一直看 那各位啊 一路漲漲漲了228上去 我跟大家講 2023 安國都有讓你大賺 賺多賺少而已 你的錢多 你買多 你的錢少 你買少 你對我有信心 你買多一點 你對我呢 剛剛開始而已 你買少一點 不管怎麼樣 安國都讓你賺 只是 大賺 還是小賺而已 那我告訴大家 2024 小安國 會更飆 小安國會更飆 這個只是個開始而已 當然我不是講安國啦 我一直跟各位講嘛 我們44塊錢 均價42塊錢 買的安國 到今天134塊錢 你要能夠賺兩倍 你要從這邊能賺兩倍 那是要漲了兩百多塊錢 那這個是比較困難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安國繼續 能夠讓你再大賺的機會 是比較少一點點 可是呢 小安國會更飆 好 安國讓你大賺 不管怎麼樣 不管你賺了 有多少 2024小安國 會更飆 會更兇 而且 絕對會超過安國 因為安國就是一個代表 它是一個開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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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安格我也跟各位講 我說神盾集團 它整合資源 對不對 安格旗下 展會 展會科 它跟展會科合併 合併 那展會科的營收呢 就開始 由安格來做任列 那安國 你可以看到 安國的股本是多少 安國股本是9.8億 9.8億 那安格的股本是4.4億 只有安國的一半不到 一半不到 所以我跟你講 我看好安格 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再看看我們的操作 來 有沒有 11月22日 市價買進安格 就輕輕鬆鬆漲停 對不對 兩天兩支嘛 安格 恭喜大家 是不是 那短線上震盪 沒有關係 因為 你已經先上了 鍋上漲停板 兩天兩支 開開線心的 對不對 好 那 獲利出一趟之後 平板下 市價將安格買回 27號 我再把安格再買回來 各位記得 黑你要敢買 黑你要敢買 黑你不敢買 你去追高的 都被那些當衝的人怎麼樣 衝下來 衝下來 對不對 所以平板下 黑我帶你買 來 有沒有 咚咚咚 你看 你看 平板下買回 安格 有沒有 是不是盤一穩 就掌平板 那剩下大家都不用講 這一路以來 一路以來你可以看到 對不對 這個安格 就是標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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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你要記得一點 好 好 2023安國曾經讓你大賺 2020小安國會更標 人人有份 人人有份 好 為什麼 因為安國我跟大家講 你要賺多少 你要賺多少 你自己決定 所以自己決定 你要買50張 你要買100張 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去買 50張 100張 10張 5張 2張 1張 你都可以自己買 那賺多少 你自己決定 所以我告訴大家 那就是這個大盤 拉回 拉回的時候 我們才要去買票 我們才要去中壓 那不然漲上去 你去追 那個成本 都已經拉上去了 40幾塊安國 漲到130幾塊錢了 對不對 那你拉回 你買 你當然是OK嘛 所以我告訴大家 你把握機會 你把握機會 其實跟大家講 不要錯過 真的 真的不要錯過 2023 2023安國讓你大賺 2024小安國會更飆 趕快來把握 來拿 趕快把握來拿 真的 我跟大家 再做個報告 其實 有些股票 真的 有些股票就是 你買下去之後 它會洗牌 所以所謂洗牌 就是它拉回的時候 你去買 那我也告訴大家 我說來 各位你看看 我現在跟各位講 各位你看看 來 這個華城 這個華城有沒有 大家都知道 這不用我講 華城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好 創新高 我也是告訴大家 創新高你去追 容易被拔 那殺下來你要不要買 殺下來 沒有黑的 你怎麼能買到便宜貨呢 對不對 沒有黑的 你怎麼可以買到便宜貨呢 所以 我就等他 跌跌跌的 咦 到這裡來了 各位你看 來 來 12月22日買進華城 你有多少錢 紅包要多少 你自己賺 你要買一張 買五張 買十張 你自己決定 對不對 标的给你了 拉回你要敢买 是不是 所以 华城市价买进 你拉回不敢买 你怎么算涨停板 拉回不敢买 你怎么算涨停 你一直要去追华城 你追了370 你赚得到吗 杀到320 我们下去买 对不对 涨到348 全部获利入带 各位 各位啊 各位 对不对 你再看一下嘛 杀下来买 杀下来买 就这一天 就这一天买进 前面都不出手 杀下来买 买完 涨停板 然后呢 获利入带 放在口袋里面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自己 你红包你自己赚 要多少 这个要多大包 里面要装多厚 是你决定不是在我 是你决定不是在我 我能够决定的是 这个红包 你跟着我 我让你 好 你自己从里面自己拿 从市场里面 自己来赚 各位懂我意思吧 对不对 亚翔当时拉回的时候 一样买嘛 有没有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110块钱的时候 各位 我连买两次啊 有没有 是我环台光从110 拉回 涨到173块钱 你拉回不敢买 怎么赚钱 所以我告诉大家 大家把握机会 好不好 来 2023 2023 安国让你大算 2024 小安国会更飙 好不好 先来 赶快把握机会 赶快把握机会 来 亲爱的 来来来来 在这里 好不好 2023 安国让你大算 来 2024 小安国会更飙 赶快把握机会 赶快把握机会 祝大家天天都有 赏停板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